零點驗 零點驗 六點驗 小姐 謝謝 怎麼樣?你沒事吧? 沒事, 警察幫我下後宮了 你說你已經有車, 也能遇到女人 是, 但是我一向都不會開快車 這裡走出去是七十 我肯定當時我沒有過七十 我寧願看到一個女孩準備過馬路 我估計我的車來到, 她應該過了馬路 不知道明明已經看到她過了隔離線 突然有輛車在隔離線很快地過了 然後就遇到女孩子那裡 我已經第一時間停止了 但是旁邊的車已經遇到女孩子 整個彈起來 然後還飛到我的車頭上 這裡有沒有擺相機拍照? 那你有沒有看到 你說遇到人的車的車牌和顏色? 我當時很害怕, 車開得太快 我根本看不清楚 當時還有沒有其他車輛 或者逃人在場 看到示範的經過? 我不知道 不過就是另一輛車撞到她 車竟有明顯被重物撞擊的痕跡 擋風玻璃的血跡應該屬於死 這條 蕭氏車輛的行車線 有很明顯的煞車胎痕 隔離的行車線 有一點煞車的痕跡也沒有 屍根上面那些不像普通的戶跡 是什麼? 我懷疑是車胎的痕跡 如果這條胎痕不是Vivienne的車 那就是說她沒有說謊 真的有另一輛車撞死了女孩子 你隨便到這裡 我喝了一輛車 這筆腎就是紹介紹的車輛車輛 有兩輛車輛 這輛是煞車輛 就在死者的衣物上找到車友樣本 很清楚看到他們有四層油 分別是紅油、光油和兩層防守漆 經過SEM和FTRL的分析 兩個樣本,無論結構、軟硬度 和化學成分都是完全混合 進來吧 邱Sir 怎麼樣?是不是重組了絲巾上的胎痕? 正如你所料 絲巾上的污漬的確是一條胎痕 而且和Vivian車的胎痕是完全混合 Jeff也證實了 邵氏車輛擋風玻璃上的血跡是屬於死者 現在所有的證據都指向Evonne的朋友 會不會是你的朋友真的撞到人 然後不敢承認? 不會,Vivian不會撒謊的 她說死者才被另一輛車撞到 再彈到她身上 所以死者衣物上有Vivian車的油 也很合理 但是到現在我們一點證據都找不到 是有另一輛車的 有沒有驗過這些胎痕 是甚麼物質造成的? 是這輛 死者身上有多處骨折 勒不同盤骨的傷是最致命的 而她背部也有傷 相信死者不僅被撞擊過一次那麼簡單 Vivian說在事發的時候 死者是被另一輛車撞到線 只要你敢說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對 通常一個人在駕駛的時候 如果撞到人 下意識第一個反應就是殺車 基本上不會像這件案件的死者 在她身上同時出現兩處 好像第一下被撞擊到那麼重的傷 就是說 這個死者很有可能 是先後被兩輛車撞過 沒錯 我是根據將軍澳車禍的案件 將那裡的彎位,路面的負責度 和死者的身高體重的所有資料 輸入電腦裡面 模擬當日的車禍發生的情況 大家看看 這輛就是Vivian的車 正常來說 當司機發現可能撞到人的時候 她就會響鞍和殺制 對,我們在現場 確實看到Vivian殺車的胎痕 就算沒有響鞍,急殺車也會發出聲響 會令過路者散聽警惕 而她就會下顏色轉身 如果真的這樣撞發 就可以造成Vivian的車頭盡的凹痕 但照這樣看,正常來說 應該是前面有傷的 但死者反而是右邊有傷的 如果她沒有轉身又怎樣呢 那我們試試 過路者根本不知道有車衝過來 而她沒有轉身 那倒是撞到死者的左邊身 跟死者右邊身的傷勢不吻合 會不會是根本有另一輛車呢 試試如果有另一輛車 先撞到死者 再把死者拋到Vivian的車,看看如何 好 即是死者被隔離線的車撞到右邊身 再反彈到Vivian的車 這樣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死者右邊身有傷痕 而同時背部也有被車撞過的傷痕 我們這樣推斷 跟Vivian所說的就非常敏衡 那就是說真的有另一輛車 Hear and Run 其實一點我一直都不明白 如果有另一輛車才撞到死者的話 為什麼Vivian的車身車友 跟死者身上的衣物車身車友 完全吻合呢?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兩輛車都是同廠、同認訊 還有是同顏色的 如果事發當仰,真的有另一輛車 就一定有辦法找到它出來 Keym Sir,你說得沒錯 Vivian和車的四條胎是沒有胎納的 謝謝 胎納? Vivian那輛車的牌子 是有它們專用的胎納的 那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你忘記我問過你們 那條絲巾上面的胎痕 是被什麼物質造成的? 胎納? 沒錯,Man查到 造成那些胎痕的鏡面反光物質 跟那輛車專用的胎納成分完全一樣 還有,這間車行要求車主每隔半年 就要拿車回去檢查一下 檢查完車之後 還會替車從車身到車胎都打一層臘 才交分給車主 但是Vivian那輛車的四條胎 是完全沒有打過臘的痕跡的 胎納是因為車胎和路面 不停接觸而磨損 現在在死者的屍根上發現有胎納 就是說那輛車是剛好檢查到不久 所以只要我們找到 在車禍當日下午五點之前 有哪一輛跟Vivian那輛車 同顏色、同型號 還要在維修部開走的 那輛可能是撞死人那輛車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s來看劇吧 只要有哪一輛車 我一直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我都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